Hello大家好,我是佳娥 现在是晚上八点 然后我刚睡醒了 要是放在以前就是一天睡到这个点 不工作都感觉老醉饿了 但是还有两天我的人生就开启3.0时期 我突然之间就顿悟了 我前两天在评论区上看到一句话 他说人生其实本无异 只是一场立场吧 以前我们总是被老师 口喝着高考是改变人生的唯一机会 然后又是讨厌,讨厌,讨厌,讨厌 好像每个选项选错了 我会叨一朵 大宗 ING 我会发现 我觉得 这个",讨厌,2018 再相信 甚至日 我会发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里我看穿他几面了 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 那样的大垃圾袋 依旧是我这个马基拉的小德逊鞋 我太喜欢这个鞋了 实在是特别好大 今天依旧是一个心中式的小穿搭 上面穿的是个心中式的小衬衫 然后下面穿的是一个小鱼尾裙 脚上的小乐福鞋不得不说 简直是太舒服了 我从来就没穿过不卡脚的 乐福鞋 这身是杨成林同款的一个机场穿搭 这套老舒服了 而且超级折肉 我特别的喜欢 就不知道穿啥的时候 穿这身就绝对是没问题 这小绿色的心中是我老得意的 真的 配上这小白裤 一身老简陵老阳光了 今天穿的是一套亚麻套装 这身超级好看 上身还可凉快了 然后下面穿的是一个博肯鞋 背的是爱马仕三菱的Burkin大象宗 今天我出去踏青 所以就穿了一身运动服 特别的舒服 特别显瘦 显尼腿部长 你看它又乱入 然后背的是我这个香奈儿 的这个小树包 穿的依旧是我这个 马吉拉的小德讯鞋 哎你们假期都是哪玩去的 我来马尔代夫了 到地方都五经半夜了 玩头天晚上在他们那个首都 马内住的 哎这首都可真大啊真的 都不敢无常的 但的确是每个地方都挺出片 你看咱们小照片给你照着 像网红桌鞋子 从给他慢着拉远的走 你都杀了人走 我人车里撞着呢 这些骑手 然后中午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上岛了 然后酒店给安排的小串 还给安排的小点心 挺贴心的 半道还偶遇了几个小可爱 他们本地人都老热情了 哎这小哥这笑让我想起宋小宝来了 我心疼他能吹出啥好听的气儿呢 然后我们就坐着 我们这个小摩迪 去我们的房间了 给我们准备了 酱饼水果啥的 哎呀 讲实话不达好吃 不能满足我这中国的味蕾 来给大家展示一段康复去练 你照料 请着面 然后晚上我们就来酒店这个餐厅来吃饭了 咱也不知道吃了个啥 就是烂糟糟的 这个什么晚上也不到 还是三文鱼 面包 酱 这也是面包啊 嗯 太难吃了 太难吃了 好难吃了 这样也吃吧 小哥问我 我说成难吃了 我说成难吃了 那这主菜都是挺好吃的哦 相对来说就是牛肉啥的还是挺符合中国人的味蕾 这小哥跟我俩说 他爸爸是中国人 然后妈妈是本地人 哎呀他又不说我真是看不出来 我感觉圈倒的黑人长都一个样 因为太黑了看不清了 这刚好甜点倒是还挺好吃的 要不是甜蜜铃的这几个小龙石 咱俩他妈都得馋死 然后就回去洗洗手准备睡觉了 晚安 你好拉着呢吗 我想在网上问问 就是你们男生和女生的排阶系统是不一样吗 对的确不一样 大号都不会是一样的吧 你们男生怎么能做到 一天拉那么多次时 能处理拉完就处理呗 你要跟里头过年呐 那里边有密室逃脱呀 不行你把库口签索走里就得了 哎呦我的妈呀 快点的吧 哎呦我的妈呀 这有死味儿啊 你那骗子给我起了 那肚子好像烂了真的 哎呦我就又 发个味儿吧 那时候又眼味儿 你知道吗 就有一种就是好像把屎裂了的那种味儿 在屋里边 长时间蹲马逢 有痔疮风险 请马上加冠 但凡是喝到一半上这东西 眼就红 回来就开始 狂狂干主食的 这种就是吐了 但是你这个时候呢 你亲的别膨胀了 你写了话了啊 他吐了是不是我可以让他喝点 你比骄傲 他这时候能量草属于是 碰的 你这边属于是马隔的 有道理 全点 你如果是坚守住了 你明天就不会成为群里的小照片了 我喝酒从来不吐 我都喝的是茅台 舍不得住 就最近一段时间 姐的生活非常的舍密 怎么说呢 就早上在家能吃一顿饭 哎 上一的中午晚上就天天也有人请吃饭 人员特别好 哦 而且吧 那每桌都得吃了个菜 哎 啤酒白酒私管购 最后人家想的 就陪我吃饭的人哦 少则一两百 多则四五百 台上还有人演节目 还有主持人唱 天天 啊有排面 就天天随理呗 一个月一万块钱公司 去了睡剩下的那一半都上脚给这帮人 非法练材他们都输 啊 都啥事啊 结婚生孩子 生月宴 这都正常不过的了 那咋的 还有啥不正常的呀 前两天有同学 买房子 半个 那乔钱不也正常吗 我说过我乔钱不搬 是不乔店 啊 那你说我乔钱我都不搬 那你 你搬那你就别叫我了 咱俩别啥理啥的 不得 可拿我当职友的 结果一去你猜怎么的 咋的呢 妈呀我这一看 我说这不我老舅 前段时间买房子了 啥意思啊 啥意思 他租的老舅的房子 半乔钱 那你随了吗 叫我了我能拿什么随了 我跟老舅说了 我说来年必须给他掌房子 把领钱赚回来 那那你随多钱呢 我随二百呀 刚才那女的脸都快贴到你扁桃体上了 你没啥不亲他呀 咋的你他妈借过毒啊 你就看见了 那我不喜欢他呀 为啥呀 他太矮了 他一米五八 都没有我数据现场 那你查数据现几个 主要他长得太震惊了 让我无法躁动 妈啥年代了还严控呢 你没看到他刚才背个喜马拉雅呀 啥 背个啥啊 喜马拉雅爱马仕包 我们眉毛底下长俩蛋子 只会眨眼不会看 那包一百来万 我都快都给你打定了 你知道不 人家主卧都三十一天呢 四层大别墅 你他妈买个双层蛋糕 你都得考虑考虑吧 现在你还觉得他矮吗 丑吗 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呀 哎呦我的妈呀 我他妈都偷门跟着你来的 我给你发多条信息 你看看 你的手机不行的话 你卖了你换个盆吧 你能不能换一个 能接收到信息的手机 你弄心事找他 我给他针天狗 你说亏拉到我你 你就亲自给你自己绝育吧 哎呦你妈 真是绝育人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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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白瞎了你物性高 那你看懂啥了 A先生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他碍于A股 而且他们都喜欢挑水 哎你说就说呗 那你放音乐干啥 我已经烘托一遍了 我们都看两三遍了 像我们这种内行看的都是门头 像你们这种外行啊 看的都是热闹 这都不得弟弟 哎呀 那你看到没明白了 那我问你两问题啊 随便问 红鹿老板娘是谁 杀 方妹到底长啥样 啊 哎呦 你不看透了吗 哎你不看明白了吗 哎不是我瞧不起你啊 不喊啥呀 谁他妈像你是的呀 看电视剧人就看谁五传都记住精彩片段 桃园三集一 就你能记住的潘尼莲在第几集 啊 我个关注的点刻跟你不一样真的是 哎 别说话不愿意跟你老客人看不出来吗 嘿嘿嘿嘿 你们这代人有什么传奇啊 我们80后才是个传奇 嗯 有的当爷爷奶奶的 哦 有的还在生问胎上胎你知道吗 有的还是单身狗 没找到对象呢 车袋房贷大概相传 你有没有这样 我没有 很羡慕他们那种就有车袋房贷的真的 我连房首付还没有呢 很羡慕他们那种动不动就遇到平静的真的 我连平都还没到老呢 姐你是懂得安闻人的呀 事实好几了还在把你们这把小孩子在打扣 你们这把孩子真的很厉害 哎呦你妈你可快来了老哥 你属于是跟不出你个旧 上我家来养老 我来了 你妈 咱公司打扰卫生的阿姨呀 我今天我跟阿姨说 我说我说啊你做电商呢 平时指个箱子啥的比较多 完了之后那个年度那啥 你就拿去卖一下 今天到时候碰上阿姨 阿姨给我拿15块钱 告诉这两天卖几盒钱 嗯 我说你不用阿姨 我说我那意思就指个子就给你了 你就是卖 阿姨那你骂呀 我能要你个小孩钱吗 你们创业都不容易 你不用信他阿姨 阿姨有钱 你租这鞋子楼是阿姨儿子的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你爸问问阿姨还缺儿子吗 她说那村属娱乐 改着把她断断断断的身体打扰卫生 嘿嘿嘿嘿嘿 太阳没下山就是少口啊 你去那咋要跟她打扰卫生吗 来点她腰子 枪不好装再好的子弹有啥用 吃完之后你就能当第一个史上 点个绿件都没有 你懂啥 我最早先准备起来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 你也没有机会 你准备那么充分干啥呀 哈哈哈哈 那小姑娘难道不知道需要维修的 不如那开发不久的 老么咔嚓也还老做的春秋大梦 好朋友们来新疆看牛马了 啊 跟你们这帮牛马不一样 你们内耗焦虑 他们自由自在 看美拉德色系 哈哈哈哈 他们叫温气系统电脑屏幕 朋友们 必须的 太香了啊 温气系统 那一堆跟着干啥呢 你们几个像丧失事件跟着干啥呢 现实吧那羊群效应 哈哈 你们可能 低头纳闷是为啥呀 哎 哎 他们怎么那么奇怪呀 那妳说那两个车呢 这什么行为我怎么不懂呢 凉快 成量了 就不凉快呀 翻新了 一会儿妈吓一跳 姐妹你咋不打合准呢 咱说 你弄可能一群一群 那是块鲜 吃你吧 给你拉下来 只弄了鼻沫进来 牛的呢 嗯 吃了吗 朋友们我实在是太喜欢小动物了 所谓出门不照相 等于没来一样 下面请欣赏我刚出炉的 谢谢欣赏 祝你长命百岁 生活愉快 再见 这前天姐咋过呢 咋过 你不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那脸 都不敢那农村的好窝底子 去黑嘎巴扯业的 那样的谁跟你过呀 这不是钓鱼去晒的吗 都说你不好找对象 那样24小时守人的盒 不知道都以为你那片土地呢 哎你这么爱钓鱼 你直接把那货签盒里去躲好呢 有道理 我想钓鱼赚钱买个劳力士 啊 行啊 但是你要是带劳力士的话 你就不能开你那几万块钱的小破车了 为什么呀 那你起码得买个百万级的车 要不人得行的你带那个表是假的 啊 完了你开个百万级的车了吧 你也不能住你老家那个七十来瓶老破小了 你咋的不得换个二百瓶大平层呢 要人行你的车是足的 不是 你这不是迪洛德效应吗 为了设证书我还得包装脚子 你嘛行的你不傻呀 钓鱼还买劳力士呢 钓鱼能买得起劳力士表袋就不错了 那你咋还带表啊 我这不一样啊 我这是德国蓝族黑金小方堂 经典的黑金配色 简单大气又好看 还是爱情永恒的寓意呢 西西德国还有限定包装呢 史车局礼盒装 送人自留 氛围感都拉得满满的 点五评论区就能买 而且就品牌制发商品有保障点 评论区还能抽一千块钱 无门口游回卷的 你姐气质在 带啥都是实力派 你这实力不允许 你就属于是玩无丧志 我怎么就玩无丧志了 哎呦我那妈呀 你再不就掉 你说你行的行的怎么赚钱 是不是怎么实现自我价值 为国家 为家乡做点贡献啥的 我怎么没为家乡做贡献了 你妈你为家乡做啥贡献了 那我出门打工 那不减少了平均人口吗 哎下班都别走啊 我有事要说 家额呢 哪走啊 走可真快呀 Dumarrow 你干嘛呢家额 我什么东西上门了 不是你天天这么着急干啥呀 到哪儿了 五点了 你跟我来他办公室 不是家额 你怎么回事啊 我一要开会 你要走啊 不是老板 大事开小会 小事开大会 我就一普通员工 有我的会议 肯定不是啥大事 缺我一个不多 少一个也不少 你怎么就 没有点无私奉献的精神呢 不是我有啥无私奉献精神 我来上班 我又不是来扶皮 你加班你也不给加班费 你天天一到下班 八八开会 一点都没有团队精神 你一点都没有 没有把公司当做你的家呀 你得热爱他呀 公司是我的家 你就是我后妈 钱还不要随便花 你又想马儿跑 又不给马儿吃草 对不 你天天给这个开会 不给我们加班费 你要是加班费给到了 我们就可以开会 现在五点半了 我能走不 走走走走走走 你说马上快五二零了 我给我对象买点啥呢 给你对象买点啥 马上快五星节了 你给你妈买点啥呀 天天对象对象对象 你真大公鸡一巴长的 娶了媳妇忘了娘 这个就是爱情 我妈 我都无语了 她老爱管我闲事 我都二十六了 她啥都管 那就听着呗 那有啥招 那不是啊 网上不都说了吗 如果父母重生 给的意见一定要听 那如果父母是普通人 那她的意见 也未必能让你成功 让你听 也没让你往心里去呀 不是老弟理论上是没毛病 但是你放心里 你说你情绪不坏 你跟他俩惹了 超人 你不给他添堵 给你自己也添堵吗 你看好 网上有一段话说的就特别好 说那一岁的孩子吧 把那十尿拉裤头里 往往就会被原谅 而八十岁的老人 那就会被责备 为什么 他们没有痴呆 他们只是回到了孩子的状态 但是呢 他们却得不到孩子一样的 呵护和照顾 为啥呀 因为他们的妈妈早已经不在了 你好 服务员 你好女士 我想问一下 好像多八 八块钱的 这点的啥呀 这是 你好女士 这个是七米清洗费 是这样的 你开这个红酒了 我们就要收取这个七米清洗费 不是 那你咋不早说过呢 再说合理吗 这项手费呀 那咋的我不来 你们不刷杯呀 不好意思 这是酒店要求的 您这边使用了 就得付费 酒店要求的 哎呀妈呀 那我在这吃饭 又不用把你们今天房租交了 啊这个不用 交了吧 你想要很快 刚好餐厅 是给顾客提供更好的 用餐环境 服务和质量 不是你们借着说高端 这两个字 完就不合理的收费呀 那女士 这个我做不了主 也是 你也是工作人员 你也是按过去行事 没办法 我也不能打问你 你这么对吧 我不用你洗 我个儿去洗 啊 啊不是不是不是 女士 女士那个 今天没段子 因为我来版纳了 小孩 坐水里 你个 阿姨 我妈再给我打广告 让你们的关注 昨天订的民宿 没有窗户全开放式 怎么说呢 就是蚊虫太多 容易咬一屁股包 又出发了 一屁股包 大乡 大乡 你中有牙吗 大乡 大乡 你这笔子怎么那么窗 总佛寺来了 赶叫自己美美咯 漫天公园来了 孔雀开屏真美丽 就是露出小屁屁 夜市来了 雲山 云海 央央央 这小屁股 有没有 好 好 大乡 正加速 舞动 舞动 继续舞动 散路十把碗 终于到酒店了 今天订的一个酒店还是非常的漂亮 妈 好吃 我 冻个大乡 下锅来 尝语 买 买安乐 平时的 嘿嘿嘿